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最近有我出了一些关于我关于比特币的一些投资 还有一些其他虚拟货币的投资 其实下面我发现了有很多人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 而且下面的留言不管是观看量还是留言来讲 其实都是非常高的 说明这个话题最近非常非常的热 而且现在比特币和其他货币正在处在一个牛市上面 很多人其实都想过来分一杯羹 然后赚一波快钱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由于今天看一下比特币已经超过了三万美金 然后以太坊已经超过了一千美金 涨幅都是非常非常吓人 现在我们进场 很多小伙伴问我进场现在是不是还是合适的时间去进场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很多人由于不知道怎么样去储存比特币 由于其他有一些人给我留言说他的比特币已经被盗了 或者是已经丢失了 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处理 所以现在是一个处在一个牛市的上面 不可能牛市一直会涨 如果过几阵子突然大跌 我们该怎么办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 我们封号不都说 Let's go 最近币圈其实涨得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投资比特币有一段时间的人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涨到这么高我也不surprise 对吧 因为我也了解这里面的行情我完全不surprise 它为什么会涨到这么高 那今天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市场行情 OK今天我们市场行情的话 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是处在一个三万多一点点 不到三万一的一个样子 一个价位 然后以太坊的话 以太坊今天的话刚刚低破少一点点 一千是九百九十九 因为今天出现了一波sell off 就是说大的一些鲸鱼 现在开始和一些机构 交易平台开始有一些套现的动作 开始卖一些 然后去割一波韭菜 那如果你是不是这波韭菜呢 完全看你的心理素质强不强 你是继续持有呢 会买更多呢 还是会直接把你的这个直接就是stop loss 就是即时止损了 这个时候呢 你有很多种选择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很多人问 我们这个比特币和这个以太坊线 已经这么高了 那我们到底适不适合 现在开始入场 那我的答案 我所做的比特币这些投资 和其他货币的投资 都是要长期持有的 最少会持有一年 乃至于两年以上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长期持有的话呢 不管什么时候 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进入这个币圈的 投资的这个行业 那一定不要做短期投资 因为货币 其实你货币这个东西呢 做短期投资 我觉得个人风险非常非常的大 不是一般的大 它跟股票和其他东西都不太一样 我个人觉得我不建议大家做这种股票的投资 当然有些人呢 想利用杠杆玩一些期权啊 之类的东西啊 就是说我也有一些同学跟我说 他一个晚上用了两个这个以太坊的币 然后做期权杠杆直接 一晚上赚回了五个 五个以太币 那五个以太币现在是一千块钱一个呢 他就是一晚上赚了五千美金 对吧 首先我要恭喜他啊 他就是这个东西是买对了 都对 但是这个里面呢 就不是投资了 这个呢 有点就是我们赌博的成分在啊 个人是从来不会买任何的期权 包括股票啊 我都是非常非常少买期权的 我个人的理念是 存在一个长期 理财和投资的这样一个方面 所以呢 我基本上不会去买这些东西 话说回来啊 那现在到底应不应该入场呢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 啊 那我们不说了 如果你是短期一个投资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 没有 我不怕给你一个现在是否入场 或者是现在 该不该入场 或者再等一等这样的这方面 买的一些信号 但是呢 如果你看我的频道 你 对吧 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也应该知道 比特币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好吗 但是呢 那短期的话呢 像这些 一些鲸鱼啊 鲸鱼是我们俗说的一个行话啊 叫鲸鱼 鲸鱼就是说 在这个币圈里面 每次就是以上亿美金买卖的这些人 我们叫鲸鱼 他有可能是机构 他有可能是人啊 我们都叫鲸鱼 那有可能是一些交易平台啊 等等 在做一些骚操作啊 在一些割一些韭菜的骚操作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心理素质不好 你拿不稳的话 对吧 就有可能被割了啊 就有可能被割了 这是第一点啊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我个人建议啊 所有的人要把我们的这些 所有的货币 从我们的交易平台上 转到自己的冷钱包里面 如何转到自己的冷钱包里面 用什么转移到自己的冷钱包里面 我之前有做过一些视频啊 视频我可以放在这 连接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如何把自己的虚拟货币 转到自己的冷钱包里面 为什么要转呢 第一 我们转到冷钱包里面有保障啊 有保障 如果平台哪一天倒了 或者是平台的这些信息呢 他直接被黑客hack了啊 那有可能他会偷偷你的币 平台呢 他是不做任何的这个负责任的啊 他不会赔给你 他就说 OK 那是被别人倒了啊 顶多出来给你道个歉 他是赔你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之前也发生过很多这种事情 没有一个平台是赔钱的 这个呢 第一个首先是保护自己 那第二个的话呢 呃就是 我们只要把我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的币从平台上面移下来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货币呢会迅速的增值 因为平台呢 没有太多的币去做一些骚操作了 那我们把我们的币放在这些平台上呢 平台上呢 可以通过啊 一些高卖低买的一些骚操作的方法 在这里面从中割韭菜套现 因为说实话 你的币放在平台上 币不是你的 平台可以拿你的币去做任何的其他的一些 呃呃 对冲啊 其他的骚操作去割一些韭菜 这些币不是你的 OK 只不过你要的时候他可以给你 但是他可以用这些币去做其他的事情 OK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把我们的币啊 从平台上面移下来的话呢 第一 平台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货币 去进行一些对冲和一些操作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币的稳定度 就相对来说 叫而稳定了 而不会就是这么大的 上下浮动会这么大啊 因为他不会去做一些操作 第二的话呢 由于他不能去做一些这些操作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货币呢 其实增值的速度会更快 更快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一定要听 我在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把币放在任何交易平台上 好吗 如果还没有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同学呢 那就是可以对吧 看一下我之前的这个 怎么样把货币放入冷钱包的这个视频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很能问我啊 如果短期我们的货币跌了 会怎么办啊 我会怎么办 第一 我的货币呢 基本上我是不会卖出任何货币的 目前这个阶段 我是不会卖出任何货币的 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我的心里的期望值啊 他在达到我的心里的期望值以后呢 我可能会稍微的出一些货币 然后呢 我个人的这个策略和strategy呢 基本上我买了所有的其他的货币 比特币以外 其他的货币 我全部都是到最后会换成比特币的 比特币永远是我的final destination啊 永远是我最终的目标 那我现在买其他的货币呢 就是因为我个人认为 这些货币的增长幅度和增长的 这个百分比会比比特币高很多 那我才会去买这些币 但是到最后的话呢 我都会把这些币呢 兑换成比特币 在卖的时候兑换成比特币 我只会持有比特币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策略啊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模仿我的策略 你也可以不模仿我的策略 其实都可以啊 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策略 那我现在的话呢 如果这个比特币 再出现黑天鹅现象的话呢 首先啊 比特币基本上已经突破了24,000这个支撑 我个人觉得它不会再破24,000 除非出现黑天鹅事件啊 黑天鹅事件我觉得 一般来说的话 可能会掉到24,000 22,000最多 但是不会掉于22,000 如果是短期波动的话呢 那其实如果比特币要掉到 24,000到26,000之间 乃至于27,000左右 我其实我个人都会考虑再继续 去少入少量买一些比特币 那如果以太坊的话呢 现在是1000块钱 那如果它再掉入到600到800之间的话呢 我会继续的再买入一些以太坊 如果是出现大幅度的波动的话呢 我是会继续少入的去买入 而不是静观其变 或者是去抛售我一些货币 因为抛售现在的货币的人真的是太傻了 真的是太傻了啊 所以呢 我希望呢 也给其他小伙伴的一个答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MicroStrategy 它买了大量的比特币 在它这个对冲基金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近三个月 它的涨幅接近是187啊 187% 接近200%了啊 30% 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我也有持有啊 这个股票我也有持有 对了 在这边忘了说一句啊 就在这边插一句啊 就如果 你想知道我投资什么样的货币 和什么样的股票的话呢 然后呢 我什么时候卖出 我的股票 什么时候买入新的股票 什么时候卖出我的比特币 什么时候卖出我的虚拟货币 什么时候我在加仓我的虚拟货币的话呢 在下面点击下面的链接啊 有一个投资带我飞团啊 我会给大家毫无保留的 去展示我所有的投资的方法 包括什么时候买入 什么时候买出啊 及时和大家更新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在下面可以点击我下面链接 叫投资带我飞团 OK 还有在这边一点啊 我最近看到很多粉丝过留言 他们其实在一些很小的交易所里面 买一些这些货币啊 因为这些交易所的话非常小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这些交易所 是否是比较可靠的交易平台 但是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交易平台呢 都是世界上啊 数一数二非常大的一些交易平台 大家可以在下面 我下面的链接 我会把每一个不同地区的 这些交易平台的链接都放在这里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用这些交易平台来进行购买啊 这些交易平台都是我自己也有 在上面购买的 我自己比较信得过的 但是呢 我在这边啊 再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买了以后呢 要迅速把自己的币 放到自己的钱包里面 好吗 还有一个同学上次问到啊 这个Theta这个币怎么买 那其实很多交易平台呢 没有这些币 那如果我们在一些交易平台 看到没有这些币 我们可以直接买的话 比如说Coinbase 对吧 美国最大的这个交易平台之一 不能买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去其他的平台买 然后呢 把我们的比特币呢 换成Theta 好吗 因为很多的这个交易平台 它是其实可以用 我们不用直接用自己的现金去买 可以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币种 来跟他进行兑换 那我一般的话呢 都会直接买比特币 买比特币以后呢 再兑换相应量的 相应量的其他的这些货币啊 那这个时候你就拥有这些货币了 OK 那今天希望我的这个 呃 输出的内容呢 其实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 尤其是对一些新手 小白来说的话呢 其实帮助是应该是蛮大的 因为 呃 我最近呢 看到其实比特币这个东西呢 对大家其实还不是非常了解 大家有非常非常很多基础的问题 在问我啊 所以呢 我也是想做一些节目来 就是说帮大家 尤其是一些小白 一些新手啊 去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做这个交易 怎么样去做这个投资 我们拿到了以后呢 如何怎样去 呃保存这些东西 好吗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呢 在下面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好吗 把下面赞点烂 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呢 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关注 然后呢 再开启那个小铃铛 下次不会 不会再错过任何的视频啊 那如果你们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啊 我会看你们每个人的留言 我尽量去回复你们每个人留言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